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27年过去了 天王还是那个天王 而之后天王的接班人却不见了踪影 其实陈小冬还在娱乐圈里 就是名气和以前相比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从当时的万人欢喜到如今的众人县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1975年 陈小冬出生在中国香港 他的父亲是上海人 母亲是台湾人 两人在香港相遇相爱 并且诞生了爱的结晶 紧接着他的弟弟也出生了 虽然两个孩子 可是陈小冬还是获得了不少宠爱 只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 父母便离婚了 最后的生活他便跟着母亲一起 陈小冬从小就喜欢看电视 看见电视里面的人 他渐渐有了进去一起表演的欲望 在长大点 他还对音乐产生了兴趣 经常带着一帮小弟去KTV当麦吧 不唱过影 绝不罢休 虽然陈小冬喜欢表演和唱歌 只是母亲还是想要他专心考大学 找一份稳定的职业 只是有如此天赋的人 怎么会屈聚于普通工作呢 1995年 陈小冬认识了戴思聪 便立刻被他的音乐才能所折服 想要拜他的一事 进军娱乐圈 只是这个想法 母亲并不赞同 只因他有幸听过儿子唱歌 大吼大叫 让母亲实事难忘 母亲害怕陈小冬进入娱乐圈之后 还这样唱歌 没有人喜欢不说 还要把嗓子唱坏 直到后来 见了戴思聪真人 看见堂堂音乐教父去教自己儿子 母亲这才放心下来 只不过只答应了五年 五年不火 就要老老实实上大学 就这样 1995年的陈小冬答应了母亲 一脚迈入了乐坛 带戴思聪为父亲后 两个人火速签了协议 时间长达九年 戴思聪首相有不少的明星 谭永林 张学友 黎明等等都是 所以他对于能捧红陈小冬有十足的信心 再加上陈小冬长得清秀 帅气 网路边随便一处都能让人多看几眼 哪还会担心人气 1995年 陈小冬和他人合唱《打开天空》 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他也成为新城 劲爆颁奖礼新登场南歌星金奖 听借歌曲 陈小冬就足以俘获一大帮人的心 而这仅仅是开示 就在同年 陈小冬还出演了电影《虎渡门》 他那张帅脸一开始就出现在荧幕上 非但没有变得奇怪 反而是放大了优点 可谓是用颜值杀人 可是 才仅仅一年的时间 陈小冬变红了 甚至获得一塌糊涂 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 看着疯狂的小米粉丝 都会吃惊地感叹好久 1997年 他还获得台湾十大偶像新人奖 还获得了年度十大专辑奖 唱歌生涯没有落下 演员生涯也是 拍了几部影视作品 虽然作品不是很多 但是基本出场便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 那个时候不少人为他着迷 为他疯狂 还有人把他成为那个四大天王的接班人 刚出道没几年 便能够得到如此称号 足以看出陈小冬的人气 而如果之后他也依然如此 那么势必会越来越红 可就在1998年 年轻气盛的他 便遭到了人生生涯的第一个打击 虽然有了名气 有了鲜花掌声 有了钱 可是随着而来的还有病痛 久而久绝 陈小冬有了别的想法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最后这还是要和老师戴思聪半开开 怎么想都有点不对劲 怎么想陈小冬都觉得亏了 于是乎 他想要和戴思聪解除合约 只是当初签约为九年 突然违背 光是交违约金不说 还要受到大众的职责 特别是陈小冬当时红透了板片天 这一做法惹怒了不少人 很多人觉得戴思聪捧红了那么多人 都没有问题 偏偏签约陈小冬之后 出了这档子事 认为陈小冬压根不顾师徒勤奋 背信其也 忘恩负义 纵然陈小冬有不少的粉丝 可是在路人员这里还是摆得一塌糊涂 虽然他支付了700万港币 用于解约 可是不好的形象早就刻在了观众的心里 这次事情给陈小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很多公司都不敢再签约他 在如此人生窘迫之时 他的朋友梁绍英找到了他 而梁绍英确实做到了朋友之间的义气 他给陈小冬签约了公司 还担任了经纪人 就这样 1999年 陈小冬和签约梁绍英 并且签约五年 签约之后 公司立马给陈小冬制作了专辑 还和张博之合唱了歌曲 虽然人们对他意见大 可是架不住陈小冬有实力 专辑疯一样的男子一发布 便席卷了榜单 而陈小冬也凭借这张专辑挽回了人气 1999年年底 他趁热打铁出了质感 凭借一首又一首歌 成功挽回了曾经失去的路人员 可是就在事业回春没多久后 经纪人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2000年 经纪人梁绍英自杀了 从高楼这一下 了无牵挂 对于他的去世 传说最多的一个版本便是 他暗恋陈小冬 爱而不得导致自杀 这种说法虽然无人证实 可是却成了人们最相信的一个版本 于是乎 陈小冬再次到了风口浪尖 陈小冬本身就要面对好友的死亡 却未曾想还要面对大众目光 这让他的心情更加悲痛 他们不是情侣关系 可是作为朋友也是关系很好的 在梁绍英成为经纪人后 因为跑行程 两人经常走在一起 吃饭 广结 梁绍英的存在 无疑给了陈小冬无限的鼓励和支持 我和他已经结婚了 是在工作上 这句话是对同事伙伴 也是对朋友的莫高说法 不过这些梁绍英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而是艳柔承认着人们的掙掙点点 在心里悼念朋友梁绍英 人们就这样骂了他无数遍 没有人情味 却没想到 恋情的公布 让陈小冬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2000年的一天 陈小冬和张博之正在吃饭 等两人出来 旁边便围上了不少狗仔 虽然被狗仔拍 绝对不是高兴的事情 可是陷入爱情的两人 心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这一次光明正大的拍摄后 陈小冬和张博之的恋情便公布了 6月份 张博之更是亲口承认了 两人正在拍拖 俊男靓女本应该获得人们的祝福 可是偏偏这两不是 要知道前段时间 梁绍英离世 不少人正在谴责陈小冬 哪知道他突然公开了恋情 打得人们和粉丝一个措手不及 更有人觉得 是陈小冬二选一 最后选择了张博之 总之那段时间 陈小冬绝对是人们口中的好瓜 都编出各种各样的事情 虽然人们想得多了 可是没有影响到 陈小冬和张博之的恋情 两人天天秘密 恩恩爱爱 只有两个人在一起 周遭便会有粉红泡泡 可是他们的恩爱并不长久 2001年5月份 陈小冬和张博之分手了 而关于分手的猜测 也是传出了几个版本 有的说张博之和别人在一起了 所以放弃了陈小冬 还有的说陈小冬负心汉 丢下了张博之 而张博之说起这段恋情 也是十分可惜 若是没有公开 没有大众的压力 说不定还能在一起 当然这是后话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